注意看它會火山爆發 頭流 回到家要開始處理藤壺 要把藤壺上面黏烏烏的東西刷掉 吃的時候比較乾淨 這個藤壺全都是活著的 它會發出細微的咕嚕咕嚕聲 如果你要用烤的可以不刷 但我不建議你在家烤 像這種白色的刀狀物用盾刀子刮掉 刷到變成紫色的 就是藤壺外殼原本的顏色 把藤壺全部鋪滿 把藤壺全部鋪滿 倒點酒就可以蒸了 我還準備了三層蒸籠 這樣子比較有效率 沒有點把握 不要一次買那麼多 把藤壺放進去 接著旁邊同時再烤起來 藤壺可以水煮 清蒸 或者烤 我擔心水煮鮮味會淡掉 所以就不做水煮 烤的時候藤壺會一直動 看起來有點可怕 而且會噴水 噴煙 注意看它會火山爆發 烤的時候噴的廚房到處都是 為了家庭和樂 建議大家最好是在戶外烤 不然會煮到淹杯整面 燉好了之後外殼會變成一半紫一半綠 就可以關火放涼了 刷完弄完之後 接著還要挖肉 我剛好有茄口前 鐵錘 一邊尖頭的這種好用 像這樣從火山口剪開 殼的斷面相當鋒利 要小心 再煮一邊 肉如果剝不出來就再剪一段 不然會弄得爛爛的 殼的碎屑會沾在肉上 最上面尖尖的地方不能吃 還有中間內臟的部分也不要吃 就吃下面軟軟的像牡蠣 側面像蟹肉的雞肉組織就好 這裡一盤 以及我過程當中吃掉的 大約是5公斤 另外一半我冰起來明天再挖 我累了 我挑一些起來用酒醃漬 黃酒倒滿 加一點香料冰起來 剩下的我就冷凍起來慢慢吃 N壺有一部分吃起來像螃蟹 所以我就用白醋加薑米做點醬料 弄一點海膽醬 開吃了 我給大家看 這個很容易熟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隔一天来试一下泡酒的藤壶 这个应该能够保存比较久 看一下这个颜色 伊宝的酒味 蛮好吃的 有机会试试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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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